主酒论英雄 大风刮起 屋里涌现 曹操便询问刘备 当今哪些人 可称得上英雄 刘备列举了 当时各路英豪 曹操都不以为然 并提出 天下英雄 只有刘备你自己 刘备听后 吓得丢掉了手中的筷子 以为自己的心思被看破 突然一阵巨雷乍响 刘备借机说 被雷吓落了筷子 恰巧此时 有人来通报 袁树想要携带玉玺 向袁绍投降 昨日就要到达徐州的消息 刘备便以截机元术为由 向曹操请命 想趁机逃离许昌 得到了曹操的准许后 刘备便迅速地抽身抵抬 朱九论英雄的典故 把曹操的狂妄四处 与刘备的临危不惧 刻画了淋漓尽致 二人也不愧是 三国英豪中的佼佼者